莎士比亚,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,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。我们血肉的血腥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。 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,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淫欲。 莎士比亚,虽然全是一头不直的熊,可是精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。 莎士比亚好久无需招牌,莎士比亚有很多良友,剩余有很多财富。 莎士比亚无数人士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黑胎里。 莎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,莎士比亚为的之前是请求。 记得之后是命令,莎士比亚爱情的野心使人被受痛苦。 莎士比亚就是尚得来的朋友,等到久近尊空,转眼成为路人。 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,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续向了。 莎士比亚不管饕铁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。 我们要在这一切上存的时候,努力博取我们的生育,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。 莎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明迫力和享乐的路上去。 莎士比亚傻瓜的石盾是财子的磨刀石。 莎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石头,全身都会觉得难受莎士比亚善恶的区别。 在于行为的本身,不在于地位的幼无。 莎士比亚今天是个好兵士,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。 莎士比亚于人的蠢事算不得提起,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叫痛肚皮。 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。 莎士比亚鬼必须要卫妆,真比喜欢阳光。 莎士比亚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。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。 莎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。 真爱那些恨你的人。 诚实与欺负败会给你赢得劣多的好处。 在你的右手里,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,免得极度之徒说贤话。 做人要公正,不要怕。 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,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。 莎士比亚调言会把人们所控制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,正向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。 莎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施者。 他在吞噬一切之后,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。 莎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。 虽然一片好心,莎士比亚谣言是一直凭着推测。